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你们俩吧 我跟你讲 吃饭 不要 我不吃饭 谢谢 谢谢 吃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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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 谢谢 阿姨 我刚才看你给那个捡垃圾的阿姨煮了碗面过去 对 那个阿姨是我们这边的 她不容易 然后每天都要捡垃圾 捡到凌晨嘛 好像没有吃完 但在那里捡东西吃 我就跟她煮了碗面过去 现在自己生活 对这个影响组定还关注着别人 心里真的太善良了 那以前阿姨那个困难的时候 也有很多叔叔阿姨哥哥姐姐 她们一直都在帮助阿姨啊 这份爱心是要传递的嘛 是 是 我以前 没有生病的时候 健康的时候 想要车 想要房 想拥有爱情 想要的东西上都很多 现在 要特别 当那个医生 很严肃的告诉我 我在东西要的症的时候 我懵了 我脑袋里面碰碰碰 我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办 就觉得整个人 放不下那种 的东西太多 我不知道我自己 什么时候会死 很害怕自己突然就死掉了 我就把自己放在那个房间里面 好几天都不出门 任何人都不见 我想了很多很多 嗯 后面我瞪不了 一想通了 啊 我觉得什么面子呀 人情事故呀 都不重要 有一天我起床 哇 我觉得好轻松 无比的痛痛 我甚至看到一颗室 我都会很感动 你知道吗 真好 对 然后我每天 我都过得很开心 那之后 就过得特别开心 好哥 那我忘你了 假设你自己知道你会 明年就会死掉 那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工作 你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去面对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你会 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面对你生命中 出现的每一个人啊 哎 听着你的这些经历 我觉得真的 在野生之年的话 应该好好陪陪父母 陪陪家人 善待生命当中的每一个人 不然的话 等到失去了之后 就追悔莫及了 还有多少串明白 你受胎了 我帮你 我帮你吆喝一下 早早的赶紧卖完了之后 好早点回去 今天生气我没什么人 我们没收了 哦 那要不早点收了呗 好啊 好